这个叶少阳也是懂得一些的 这些所谓的毒杀 是将沙子跟毒液一起搅拌 然后在锅里炒 让毒液完全附着在沙子上 这样只要沙子还在 毒性也就还在 而且一般用来做毒杀的 都是刺激性的慢性毒 跟人皮肤接触 会让人的皮肤满门溃烂而死 选择毒杀用来守木 是因为毒杀可以长久保存 这样机关不坏 千年之后毒性依旧存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毒杀在流出来之后 会不断地堆积 最终将木道毒死 想要出去 就必须得从毒杀里爬过去 可能等人爬出去 浑身也已经溃烂地 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毒杀滑滑地流下来 因为地处开阔 总算是没有将出口封锁 而是向着四周摊开 当留半分钟左右 从雕塑里不再有毒杀流出 我们这怎么回去啊 毛小芳看着前方木道 如今好像多出了一个 长约十来米的沙滩 四周眼笔光滑 无处借力 想要过去 只能从这个沙坑上走过 但是十来米长的沙坑 人又不会飞檐走壁 都是你 乱碰什么 妙心对着陈小芸 呵斥道 陈小芸脸皮一红 也不好反驳 挠着头想了一会儿说 这好像也不算太非事吧 我们待会儿从下面出来 找个东西垫在上面 勉强跨过去是可以的 这件事交给我 话说到这儿 妙心也不说什么了 主要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管把它怎么样 都已经于事无补了 大伙在一起 简单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继续下木谈查 于是这些神像 为什么都变成了笑脸 既然搞不清楚 暂时还是不要去想 民间有句话 见怪不怪 奇怪自败 放在灵异事件上 也是很有道理的 邪物千变万化 怪事千丝万略 一时之间 法师根本弄不清楚 有些事背后的真相 尤其是这种闭塞的环境里 只能使兵来将党 先做好准备 继续做自己的事 让邪物自己跳出来 说到底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 自信的表现 就拿眼前遇到的情况来说 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 甚至法力一般的法师 一旦遭遇眼前的情况 估计早就不再敢下去了 要么想办法离开 要么就弄清楚 这些神像微笑背后的秘密 不然绝对不敢再贸然下木 但对于这帮人来说 因为一高人胆大 也就无所谓了 易少阳提着三色莲花灯 走在最前面 在木道里面照亮 走过转角 一路往下之后 木道两边不再有那些诡异的雕像 没有那些眼睛盯着看 大伙都觉得舒服多了 于是一路走下去 前方走不了多远 是一个九十度的直角转弯 走过去之后 没走多远 又是一个这样的转弯 大伙一路走下去 也不知道转了几次这样的弯 都愈发感觉到不对劲 这转弯怎么没弯没了 叶少阳更加疑惑 这到底是古墓 还是他妈的自己家小区的消防通道啊 不对啊 之前我们好像走过这儿 毛小方突然站住了 环顾左右 纳闷地说道 叶少阳心中也是咯噔一下 左右看去 这木道有三四米高 顶部和四周都没有任何装饰 看上去平淡无奇 也没什么特征可以记下 不过不光是毛小方的心中 那种重游故地的感觉 大家差不多都有 妙心抹不作声 抹出一把铜钱 一边往下走 一边不断地撒下铜钱 再次转过几个弯之后 妙心手里的铜钱还没有撒完 突然愣住了 在前方不远 一个台阶上赫然就有自己刚刚撒过的铜钱 妙心深吸了一口气 喃喃地吐出了三个字 玄魂梯 叶少阳倒吸了一口冷气 玄魂梯三个字 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这是一种在墓穴中偶然会出现的神秘现象 一条楼梯 转了四个弯之后 还是回到了原点 也就是说 如果一直走下去的话 这楼梯根本就走不完 叶少阳当初跟四宝他们下鬼子墓的时候 就遇到过这种事情 之后叶少阳还特意上网搜鬼子资料 知道这玄魂梯并不是华夏人的专利 在国外有一个非常专用的名字 叫做潘洛斯阶梯 电影《道梦空间》里 也出现过这种神秘的楼梯 楼梯不断往下 转弯三次 到第四次转弯的时候 再次回到原点 这当然是一个悖论 在西方不断有科学家研究过 潘洛斯阶梯 据说有人造了出来之后 但是经不起检验 在华夏 这种所谓的楼梯 差不多也都是出现在古墓里 一般是利用古墓特殊的地形修筑 悬魂梯分为两种 一种是按照数字八的形态 形成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 不管往哪个方向走 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起点 不过 这种悬魂梯没有任何意义 也只能用来迷惑人 一般在这木道上都还有各种机关埋伏 这样当人被困在悬魂梯中 到处摸索的时候 会触发机关而死 还有一种悬魂梯 并不是真正的悬魂梯 而是利用地形造出一个阵法 再利用一些灵异方面的因素 影响人的判断 说白了是一种障眼法 听上去很神奇 不过真说起来 也就是个加强版的鬼打墙 让人以为路在前面 但是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 但是在走的人来看 却真的是一条直路 这种悬魂梯 因为靠的是灵异力量的加持 和阵法掌控 因此一定会有阵眼所在 只要找到阵眼 看破之后 阵法自己也就破了 最简单地破除悬魂梯的办法 就是提一只攻击 洗开喉咙 倒着提着一路走下去 来到之前走过的前面 有血迹的地方 在合围的地方 再转过身往回走 再走一圈 就可以破除这个阵法 不过叶少阳一干人 仗着实力强 提前也没有太多的准备 一时间也没地方找到攻击去 别的办法 当然也有 但是都需要能够持续消耗的法药 来用来破诊 一少阳开始考虑 用什么法药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